上去一卷,一卷呢,这边是固定的啊,这边是固定的,这边固定的,然后呢,这边呢,这边呢,就是如果散的话呢,就是把这边慢慢的调过来,这里有一点点距离,一共半公分的距离就可以了,然后开始装磨 这个磨,对折磨,这边是不开口的,这边是开口的,这边是开口的,左边不开口,右边开口的,然后开始,先穿到第一条铁杆,第一条铁杆,底下穿过来,然后把它弄上去 然后再绕着这个,绕着这个针,有针的,这一个针孔,有针的这个绕一圈,绕一圈以后,把这个搞上来,把这个搞上来,搞上来 然后穿过这两个胶滚之间,就是这两个黑色的胶滚之间,把它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把这个盖下来,把它压紧,把两个胶滚压紧,压紧了之后 这个磨,这条管子是控制开光,要穿过这个磨,这个杆子,下面穿上来,然后绕上这个 这个管子的下来,把这两片膜分开,把这两片膜分开,分开套到这条管子里面 套到这条管子里面 好,这边已经完成了,要去那边了 然后,磨穿到这里,把这个拉过来,轻轻地拉过来 轻轻地拉过来,拉过来之后,把两片膜分开 这是下膜,这是上膜,上膜我先不要管,下膜这个大概收送台的距离 上膜不要管,小范子,下膜,这一手收送台的距离 然后,下膜这个地方,穿过,然后就这边盘了 这里是最关键的 然后下膜 下膜这个地方,我刚才下膜这个地方,我绕到这里 这里也有一个这样的三脚绑一样的,把它套到这里 套到这里呢,往里面伸 这个磨呢,往那边走,往那边伸,往那边走 走到跟这个距离差不多平的时候 好,然后把上膜这个头拉过来,拉到这边来 拉到这边来 整这膜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把这个手放在底下,这个绕过来 绕过来,绕一圈 就是意思形成一个口袋 然后把上膜套到这条,这条铁杆上面 就是这条U型铁上面 好,然后把这个盖过来 把这个盖过来 盖过来,把这里里平 里平之后 两个膜形成一个口袋了嘛 形成一个口袋了 以后 然后就拉过来 拉过来,你到这边 开始到这边,慢一点慢一点 绕过来以后 然后把底下的膜拉过来 上面都拉过来 好,两个膜 拉力差不多的情况下面 拉力差不多 把这个多搞平 拉力差不多的情况下面 然后把这两个膜 套到这两个滚轮之间 好了,初步完成 然后把膜里平 然后送膜 然后就送膜 把这里的 送膜之后 弄平了之后 这里手动封切 好,切出来了以后嘛 好,这样就比较顺了 这样就比较顺了 好,把这个膜 跟这个接,这个膜 底下怎么接膜还是 这个膜 这个膜 跟这个接起来 我用黑色的代替 反正就是说 把这两个接起来 这膜 两个膜接起来 好,现在放物品 我拿个物品过来 放这个物品 打个比方 我们要包这个物品 高度 用这个来调 高度 这个来调高度 高度嘛 就是这个油型铁 这个底下 这个铁的 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 这是调高度的 只要一个手指的距离 过得去就行了 宽度 这里有一个帮手 这里有一个帮手 看到没有 这个帮手 这样是松掉 松掉以后呢 这个可以推来推去的 我们要推到这个位置 然后把它紧起来 往上摆 把它紧起来 紧起来之后 这里的距离呢 就是 大概这个物品的三分之一 或者一半的距离 好 挑好了以后就可以操作了 OK